以色列國支派的名單, 王會的支派要得到的領土。 但的領土在最北邊, 塔利邊界沿著往希特倫的路到尼布哈馬, 然後延伸到位於大馬士革邊界的哈薩爾蘭, 北部靠近哈馬。 但的領土從東到西橫跨整個以色列地, 阿赤的領土位於但的南面, 也是從東到西, 拿伏他利的土地位於阿赤的南面, 也是從東到西, 然後是拿伏他利南面的馬拿西, 他的領土也是從東到西, 馬拿西的南面是以法連, 跟著是裏面, 然後是猶大。 所有這些支派的邊界都是從東到西延伸的。 猶大南面的土地是分別出來作特別用途的。 那地寬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, 和各支派的領土一樣從東延伸到西, 聖殿位於中央。 為上主的聖殿分別出來的區域長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, 寬十有五分之三公里。 貴及祭司的是一塊長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, 寬五有十分之三公里的土地。 上主的聖殿位於中央。 這個區域為授與聖殿的祭司分別出來, 就是那中心侍奉我的撒督子孫。 他們不曾與以色列民和其他利美人一同誤入歧途。 再分地時, 這個區域要成為他們特別的份額, 是全部土地中最神聖的部分。 在祭司所得之地, 旁邊的是其他利美人居住的地方。 分及利美人的這塊土地形狀和大小, 都與屬於祭司的土地相同。 長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, 寬五有十分之三公里。 這兩份土地合起來, 長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, 寬十有五分之三公里。 這塊特別的土地絕不可出售或用作交易, 或被其他人使用, 因為它是屬於上主, 是分別為性的。 在聖殿區域南面的另一塊牆, 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, 寬二有十分之七公里的土地。 要劃分作公用, 就是家居、牧場和普通用地。 中間是一座城。 這城每邊的長度都是二有五分之二公里, 東南西北都是一樣。 這城周圍有空地環繞, 每面都圍一百三十三米。 城外要有一片農田, 沿著聖地的邊界, 向東延伸五有十分之三公里, 向西延伸五有十分之三公里。 這農田的修成, 要作城裡工作之人的食物。 那些從各支派來到城裡工作的, 都可以耕種這塊田。 整個地區, 包括聖地和那城, 都是邊牆為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建坊的地。 聖地和那城余下東西兩邊的區域, 將屬於君王。 這兩個區域都是十三有十分之三公里寬, 朝相反方向延伸到以色列東部和西部邊界。 聖地和聖殿的聖所位於中央。 因此, 在分級猶大和邊那民的領土之間, 除去分別出來作聖地和那城的區域外, 所有都歸皇室。 分級其瑜似派的領土是這樣的。 邊那民的領土僅埋在皇室土地的南面, 從東延伸到西, 橫跨整個以色列地。 邊那民領土的南面是西面的領土, 也從東到西橫跨那地。 接著是以色加的領土, 又著同樣從東到西邊界。 然後是西布倫的領土, 也從東到西橫跨那地。 加特的領土僅埋在西布倫的南邊, 又同樣從東到西邊界。 加特的南部邊界從他馬到加底斯的米利巴水, 再順著埃及溪到地中海。 這寫就是分級每個支派為業的各份。 這是我,至高的上主,說的。 以下是那城的出口。 北面的牆為二有五分之二公里長, 將有三道門, 每道均以以色列的一個支派命名。 第一道門名叫裡邊, 第二道為由大, 第三道為利味。 東面的牆也是二有五分之二公里長, 那裡的門名名為若塞、便雅敏和彈。 那面的牆也是二有五分之二公里長, 那裡的門名名為西面、以撒加和西布倫。 西面的牆也是二有五分之二公里長, 那裡的門名名為加德、雅設和拿弗他利。 那城的州長為若有五分之三公里, 從那天起,那城要稱為上主在那裡。